親愛的朋友 歡迎你加入 小魚健康活力購 要健康就要什麼 要活就要動 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這位帥哥 艾文教練 太厲害了 從總統的課勤為安人員 然後呢退役下來 他就開始要拯救大家的肌肉 拯救大家的身材 艾文教練 你那時候還也有考一個證照 美國基地體能學會的 私人教練證照 主要他會是 更深入去研究肌肉啊 生理學等等之類 還有訓練方面的一些相關的技能 現在要教大家 如何加強你的腹部核心 女生會問說 教練我是女生 我何必要增加腹肌 因為其實腹肌的話呢 是針對我們核心的肌群 那核心很重要 他是串聯我們上半身跟下半身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大家都要說要練核心 其實核心很重要 是因為他會幫助我們 去穩定我們的身體 在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才比較不容易去受傷 什麼都是核心很重要 像公司團隊 內部核心很重要 對 我們的身體就是在腹部 腹部核心還有下背腰 哦好 那今天呢 我們先來教第一招 我們都會先躺著 然後呢 把腳取起來 那等一下呢 很簡單的姿勢就是 我們呢 把頭抬起來 把下巴收起來 手摸著大腿 然後呢 往上延伸到膝蓋 然後再慢慢下來 過程當中頭不要抬 就不用躺下 所以我們會去這樣做 1 2 3 這樣子真的腹部需要很大的支撐力 對 所以你會完全是專注在於你的肚子腹部這邊這個區塊 OK 所以我們大概一個動作我們去做10下到15下就可以了 小月兒試試看嗎 試試看 我試試看 我如果做到大家都做到了 沒錯 怎麼說呢 因為我沒有什麼在運動 雙腳再往後走一點點 對對對 然後把頭抬起來收下巴 從大腿 手摸一直到膝蓋往上延伸上來 我上不去耶 可以 上來 好來 1 好慢慢下去 真的有困難的耶 就是用力在肚子上 那其實你能夠從大腿走到膝蓋的角度 其實不用到很長 上來就好 上來這樣就好 好慢慢的上來 對 好再下去 好再上來 對這樣就可以了 對好慢慢下去 再來 2 對很好 3 4 對肚子用力喔 5 不是我不用力 是因為沒什麼力 沒什麼力 OK 好我了解了 對 有感覺到肚子在用力的感覺嗎 有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用力收縮的概念 艾文教練 你覺得一般人 最容易忽略自己的 那個身體的體能肌力的是哪一塊 最容易流失的肌力還是下半身 下半身 對因為他相較之下下半身會是最大的一個肌群 對 但是他也很容易就流失掉 腹部核心是我們不太知道怎麼去使用它 所以會比較沒有力氣 腹部核心好像真的很少人會去用 對 所以他會 我以為我瘦瘦的我沒有肚子 我沒有皮久度應該還蠻輕鬆的 結果剛剛沒有什麼力量 因為我們不常去用它 對 對不常去用它 所以啊 這招一定要學起來 對 再來有一招是比較輕鬆簡單 對比較簡單一點點的 那甚至我們就是小朋友或者是銀髮族也都可以做的 就不會說像剛剛這樣子 你可能還要用很大的力氣這樣 對下面的這一招就會比較稍微輕鬆一點點 好 對 那這一招是只要家裡面有椅子 椅子就可以了 那在家裡的話呢 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椅子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坐在這個椅子的邊緣 整個屁股把它做好 對然後呢扶著椅子就比較穩定一點點 我們稍微把腳抬起來 然後呢把腳收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往前 往胸口抬 喔胸口 然後呢再放下來 放下來的時候不要碰到地板喔 對 好再往胸口抬 下來 2 3 那要做幾次 我們也是會建議做15下 15下 對 一組做15下 那你可以做3到4組 看自己的能力都可以 然後如果一組跟一組的休息之間的話 我們建議都會休息1分鐘 或者是到2分鐘都無所謂 錯誤的姿勢的話呢 可能就會是說 我們會太彎腰太拱腰 對 那我們盡量還是把我們的背挺住 要挺住 對 挺住的時候把我們腰背挺起來 對 腳抬上來 然後再往前延伸 抬起來 往前延伸 比較錯誤的通常都會是 你駝背 對 對這樣就比較不好 我們請小魚兒來示範一次 好教練 就是你說 先來兩手伏在椅子 然後腳騰空 騰空 好 然後呢往你的胸口抬 胸口抬 然後再往前延伸出去 出去 好然後收進來 對 好往前延伸出去 好再收進來 對 那我們可以再往外做一點點 對 我好像做的 往外做一點 所以身體會有一點點斜斜的 對 好上來 對 2 對 你會有點像把肚子捲起來的感覺 對 然後身體會有點斜斜的 對 5 這個有比較好做 6 對 很好 7 7 好再下去一點點 對 不能掉下去 不能掉下去 來 好 8 很好 往前 9 要持指嗎 對 10 很好 最後5下好嗎 最後5下 1 好我把今天的運動量去做起來 對 好 13 對很好 來肚子收起來 14 好肚子用力喔 15 對很好 就是這樣 哇 這比較好做 就是這樣子 真的 這個會稍微比較輕鬆 一點點 而且我覺得啊 他是比較 著力在這邊 還有你的這個大腿 所以也可以訓練到你的大腿 也會 因為我們腿會抬起來 對 然後呢肚子會捲起來 對 所以你的大腿抬起來的時候 你會用力用到大腿 所以不會是只有這邊 大家會覺得好像那個動作很輕鬆 其實你做起來還是會喘 還是會有難度 也是會喘 像教練 你覺得疫情底下 當然很多人都比較不敢說去公共的場合 那所以在家裡面可以輕鬆的就是 健身 像我們的艾文教練 也有線上課程嗎 對對對 之前在疫情的時間 也有帶大家在線上帶著大家一起去做徒手訓練的部分 甚至比如說家中的小道具 比如說椅子啊 或者是家裡的寶特瓶啊 也就可以拿來當一個訓練 寶特瓶 因為疫情期間喔 大家在家裡面悶住 然後就大吃大喝 所以步步這一塊就很容易會有那個 吞肌脂肪 所以為什麼要增肌減脂 就是減你的脂肪 但是增強你的肌力 女生比較容易缺乏的肌力是哪一塊 女生其實上半身 也還有我們的腹部 女生比較容易忽略的是上半身 因為女生其實蠻多很喜歡去練屁股 所以她會蠻著重在下半身 但是比較同意忽略掉上半身的一個訓練 女生喜歡臀部是翹臀 可是腹部如果你練好這個核心這一塊的話 相對的有包含你的上半身 上半身飛活量還有包括很多的 都會 體能都是有幫助的 沒錯沒錯 而且其實大家都說 一鍵就可以搞定你的 啟動你的免疫機制 其實核心練好 也是對我們的免疫機制也是很好的 沒錯沒錯 所以我知道艾文教練 他也是佛心來的 在疫情的時候有免費的線上課程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免費的線上課程 因為有時候會怕大家誤會 幫老師在做什麼宣傳 沒有喔 免費的 對免費的 其實艾文教練 你最容易教大小朋友 比方說 我們很多人都在家裡面 有帶小朋友一起做 一起做的 還有哪一招很適合大小朋友一起做 如果大小朋友一起做的話 我們如果針對腹部核心的話 我們會大小朋友一起做 會比較可以一起做一個比較動態的一個姿勢 比較動態的 對比較動態的 但是我們是趴著 這樣子的姿勢的話 那我們就是做一個縮腳的姿勢 這樣子 這樣也比較有一點點趣味 對對對 對然後這樣子也會比較能夠去訓練到我們的心肺功能 那你腳收進來的時候 一樣會用到肚子核心這一塊 我覺得教練和老師很厲害 就是沒有你在運動 然後呢還可以邊講話 我在運動的時候我覺得會比較喘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對然後伸直 然後手要伸直 擺開 對好然後呢 肩膀跟手腕成一直線 成一直線 對好這樣是直的 對好然後呢 我們就把腳往肚子裡面收 像跑步一樣 好我們腳先往後伸直 往後伸直 對好然後我們做一個跑步的姿勢 對往內收 對就是這樣子 這個搭小朋友這樣容易做 對對對 對所以這個就會 如果我們跟小朋友他們一起做的話 會比較有一點點樂趣 那一樣也可以訓練的到 對這樣好做啊 這比較好做 對 對如果大小朋友一起去做的話 就會稍微比較有一個互動性 我發現我們要從小朋友開始練習起 就會比較好練 所以我才特別為愛文教練 小朋友是怎麼練 因為小朋友動作顯然比較輕易 比較輕易一點點 對但是會比較活潑 對比較活潑 比較樂趣一點 所以剛剛這樣子跑也是有心肺 也是有心肺 對那你把腳收上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用到我們的肚子的腹部的核心 那愛文教練一般我們就是很多人啊 都說我走路散步 那是不是也其實他的運動 還有包括有動到的肌力 比較沒有那麼多 對因為其實散步走路來講的話 我們都僅此於叫活動而已 他其實不稱上算運動這件事 運動我們講要有一定的強度 那其實像衛福部都會建議 運動的話呢至少你的心跳要達到130以上 對 那你走路其實可能沒有辦法到這麼的高 但對於一般的可能比較引髮族 可能他走路就可以達到130的話 那也算是運動 對那只是說我們還很多很年輕 散步對我們來說強度就比較低 對所以就我們都會質疑說 就是要活動而已 對可是多活動也是有好處的 總比你一直都坐在沙發上來的好 而且如果坐沙發就是剛剛愛文教練 側面的這個是給大家看可以抓手把 那所以就是說簡單 家裡面你只要有椅子 對穩定的椅子就可以了 對只要說你腹部練好的話 你相對的自己的那個就是 啤酒度會不會比較消除 你會訓練到這邊的肌力 對那只是說啤酒度的話 我們還講還是攸關到飲食 飲食 對啊因為啤酒度的話 我們有內臟脂肪跟皮下脂肪 對那大部分啤酒度的話 都會是內臟脂肪比較多 那就會飲食比較重要 有的人瘦瘦的 他的那個體內的脂肪還蠻高的 對對那就是相較的 就是因為他的肌肉量比較少 所以要去增肌然後減脂 減脂對沒錯 增肌減脂兼交搭 他就是有關於腹部核心這一塊 那學起來了嗎 如果沒有的話 請記得要一直點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幫我們按讚 然後呢收藏 好今天也非常謝謝 我們的艾文教練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好也謝謝所有的朋友 要記得喔 幫我們按讚喔 掰掰 不管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婦 要帶便當給老公小孩 那你會很煩惱說 到底要去哪裡找一個便當盒 又有蒸燉煮 今天Kelly就要帶來這麼棒的東西 首先他的外型很漂亮 你帶出去會覺得醜醜的 我覺得他很好 好處就是如果你食量比較小 你可以只用一個帶去公司 我就是食量量大的人 所以我就一定用兩層 其實兩層比較豐富啦 然後呢他底部 因為他是不鏽鋼 他也很耐針 這個是304不鏽鋼 除了耐針又很安全 這是符合我們的食品規格 他其實很輕巧 像以前我在上班的時候 中午針便當 我覺得很困擾就是 你要不然就是微波 微波你會發現東西乾 你用針的其實味道很好 那你真便當都是一個電鍋在那邊 可是如果你辦公室人多 像以前我辦公室人幾百個人 那要搶那個電鍋 其實是要排隊 對 所以我必須每天跟實驗賽好 但是我看到這一個我覺得很棒 你工作忙也好 不忙也好 反正你只要很悠閒的 把插頭一拿出來插座一擦 一插 你插座它上去之後呢 你要放入水 看你的食物來定 不只是真便當的功能 生的我可以把它變成煮熟 所以它就是生米也可以煮熟飯 比如說像花椰菜 不是用前一天的 它用蒸的就有效果了 我這樣看真的蠻簡單的 應該每個朋友都會 甚至這個給小孩帶便當 好像也不錯喔 加水下去 然後把你的飯 或者是生的菜放下去 開關按下去 五分鐘到就熱了 一般花椰菜我用水再燙 也大概五分鐘 對花椰菜也熟了 要熱一點十分鐘 好像不難 然後我覺得這樣在上面 撒一點點鹽巴 對 清淡的跑味道比較健康 而且現在因為外面的食物很油膩 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可以避免一些高血壓 有一些油膩性 一些問題 大家如果家裡面 有這一款便當盒的話 我相信 絕對可以幫老公和小孩 孫子孫女帶便當 嗯 嗯